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了精神病 为陪读她走上创业路 传承民族文化 带动村民致富 遍地英雄 带您走进一位湘西农家女 讲述王良玉的传奇故事 云天画股份提示您 收看本期节目 多了啦 这个也可以 这个好夸 加铁子 你把铁子夹这里来 第一个刀子 把铁子捡上来 这些都用 王良玉接到了一笔订单 要在一个月内 制作出两百双手工布草鞋 眼前的这些棕榈树的皮 就是做鞋垫的原料 马上就要到布草鞋 销售旺季 傍晚回到店里 顾不得休息 王良玉又开始导演 起了搞笑的短视频 希望能再多拉些订单 那你要像这样子 那我蹲在这里 卖草鞋啊 卖草鞋啊 八十八钱一双 要腰 脚抽不 还好 来给我穿一下 我给你 No no 哎呀妈 你这味太大了 刚才你不湿了吗 抽不抽现在 你再问问你的脚 抽不抽 不抽 近一年时间 王良玉一直在网络上 发各种短视频 最高点击量达到 七十八万多次 互联网短视频的销售模式 给她带来了很多生意 在当地熟悉王良玉的人都知道 她本是一个 从农村进城的陪赌妈妈 如今她成了当地 带领大家增收的女能人 作品屡获大奖 王良玉的故事 还要从她这个农家女学画的传承说起 王良玉出生在古障县城 五十多公里外的火麻村 家里兄妹五人 祖辈父辈都是十里八乡 出了名的首艺人 以前每当村里有人结婚 家中必然要添置一件木质家具 王良玉的爷爷和父亲 沿袭祖传木匠手艺 农贤之余 靠着给乡亲们打造木质家具 贴补家用 后来他们还在家具上做画 堪称一绝 王良玉自小跟着爷爷父亲学习画画 跟母亲学习绣工 家人也十分疼爱这个乖巧懂事的女儿 特别是在画画上 王良玉打小就有着非常大的兴趣 网上画 只乎不知道天亮 只知道鸡又叫了 就怕那个鸡叫 如果是鸡还没叫 我还可以画的 画完了之后 我要睡着 像这样看着 心里特高兴 王良玉13岁那年 父亲突发脑梗 昏迷住院 而这也改变了 他的人生轨迹 我悄悄地 跪在 机院的门口 但是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倒也聪明乖巧 这让他甚是欣慰 小时候 他的那个奖状 这么 这么一大堆 在三早读读师年纪 三四年纪的时候 他们同年纪 可能就是北八人 基本上都是第一名 夫妻二人商量 要给女儿营造更好的环境 把孩子送进师资条件 更好的古葬 现成的一所小学读书 他们心中 对大女儿的未来 都充满了期望 在大女儿身上 王良玉 倾注了自己 全部的期望 为此 她走上了陪读之路 我想把我的 有天赋的女儿 把她培养成 那个 要做事 要比我做得好 我自己想做的事 做不了 我就想培养她做 王良玉 决定进城陪读 城市对于她来说 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刚进城那会儿 仅仅凭借丈夫 当时每月三百多元的收入 对女儿 仨在城市中生活的消耗 却远远不够 王良玉先后摆过地摊 到菜市场卖过菜 甚至在学校门口借钱 租了一个门面 买学生用品 可是军告失败 当时我们年两三 就住在这个地方 一楼它是 好多好多的老鼠的 一旦睡着的时候 老鼠就在脸上爬呀爬 睡不着了 我的小女儿 被那个吓哭了好几次 现在她一直都在 那个怕这个老鼠 给丈夫减轻压力 给孩子们营造好的 学习环境 称了王良玉压在心头的 一块大石头 迷茫之际 一天 她无意中 走进了一家卖货的商店 在和店员聊天时 给了她灵感 在那个乡下小时候 我画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变现地 收钱了的 因为我不收工钱 我的父亲做那个木匠 他是收工钱的是吧 但是我就想起了自己 有什么商场呢 就是绘画呀 就我的特产 就是绘画呀 王良玉发现 酒店 宾馆 商场等装修时 对绘画制品 有很大的需求 他租了一个 十几平米的小门店 办起了化妆 开始画画 四处推销 没过多久 他就接到了一笔大的订单 有人向他订画八十符 一张二百元 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高兴把那一档生意来了 我有好几千块钱呀 我是想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哪怕是给我一半的钱 我就心满意足了 当天画完之后 我就联系他 老师啊 我的画画完了 我今天去你那个地方 去送可以吗 他就约好了 到边一看 他不满意 我就知道 我自己是没画好 没按照他的意思去画好 他是要抽象的 画抽象的那种 生活场景的风俗画 哎呀 我没学过什么抽象 我哪懂那个抽象 他要的抽象的 是这个眼镜 要画成这样子的 我根本就画不好 他只想给我十块 最高的二十块 那我就不卖了 回到家中的王良玉 开始思考 自己是否找错了方向 几天后 女儿学校的家长会上 再次让王良玉 燃起了希望 开那个家长会的时候 别人的孩子 是被骂住的 那么多的家长在那里 就夸我女儿一个人 那我不丑死了 我就这样子 女儿的优秀 让王良玉再次有了动力 她要靠自己的双手 给女儿创造好的学习 居住环境 可技术却成了摆在她面前 最大的难题 王良玉开始四处答听 得知当地有一个叫 向武平的人 在圈中较有名气 是古障县的第一任文联主席 王良玉从朋友那里 找到了向武平的电话 当时那个老师把我介绍 给县文联主席向武平 我心里特害怕 因为紧张吧 自己没文化造成了 我知道特紧张 我又不敢打她的电话联系 那我还是把我的当时的经历 学画画的经历写一遍吧 写一遍去发那个铜层块地 花给她 她说她鼻子鼻子双双的 看我都看不下去了 从这个短文里面 我就看到她的经历 一个女孩子 在一个很偏远的村子里面 很穷的 但是她能够想到 这个艺术的东西 所以这种精神 让我就是非常感动 鼻子双文联是刚刚建立的 我就想把我们 鼻子双这块山水的一些 艺术的人才 让他们怎么发光 一封信感动了向武平 向武平开始帮助王良玉 有了向武平的指导 王良玉的画迹得到了很大提升 他自己也努力提高技术 甚至经常通宵达旦的画画 后来发完玉符发 请他来给我指导一下 看一下 很多人觉得他的发不如流 也不懂得布局 也不懂得幽默 他就是神奇 就是发一些农村的东西 但是我当时觉得 就比较特别 因为他发出了 至少一代人的记忆 向武平很欣赏王良玉的人品和画风 他甚至还找来自己业内的很多朋友 帮助王良玉 这是向武平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梁任生教授 来王良玉的画妆时留下的合影 随后的五年时间 在向武平的帮助下 王良玉的画迹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省内组织的画展上也多次获奖 有了名气找王良玉求画的人也多了起来 最高卖过八百元一平方尺 后来王良玉发现 苗族服装在当地有很大市场 传统苗服上的花纹 都是手工画花在秀艺针线 于是他结合自己的特长 在当地开了两家苗秀服装店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那一年大女儿周晴 也以六百六十四分的成绩 如愿以偿地考入了 棘手市第一中学 王良玉期待着自己的生活 可以像喜剧剧本一样发展 丈夫却发现 上了高中的女儿变了 我只认为她是叛逆期 之后有时候也跟她发个火 发个火她刚给我动路来 吵架的时候也蛮凶的 有时候她也偷偷地这么笑 笑的方法大概就是 嘿嘿嘿嘿嘿 就是这样子的 不笑的情况下有时候 她还出现过自己 就像三五岁的小孩那样的 大哭大闹 一天周晴智突然接到 班主任的电话出事了 王良玉放下刚刚有起色的生意 带着女儿四处求医 医院的诊断结果 让她和丈夫顿时崩溃 确诊的是由忧郁症变成了精神病 后来我丈夫知道了以后 他也特心疼 当时真的是五雷烘顶 我曾经有 我自己都差不多 我自己都憋出精神病了 经常喝酒 喝酒就喝醉 这样来用这个酒啊 刺激麻痹自己 经常半夜时间 睡得想不通 哭过 而且有时候梦里不在哭 在梦里哭的时候 她把我掐醒 她说你干嘛干嘛 我说没事没事 梦见我女儿 那种那种 比较遭够的那种场面 好 她自然就在梦里 自己就哭了 王良玉四处求医 女儿的病反复发作三次 先后花费了二十多万元的治疗费用 才算有所好转 对于女儿周青来说 当年她的病因 只因为自己的大脑出现了问题 有一次做数学题嘛 如果我正常的话 我题目都会做 可是那时候我怎么感觉 做不出来 我就那种感觉 那时候就感觉脑筋 有一点不行了 对周青来说 那个时候记忆力也出现了问题 做过的习题转眼就忘记了 高一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后 周青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下课的时候我也不像同学们 在外面去玩耍 我就站在做习题 高一的时候 在我们高分班的话 我就考了 考了两百多分 那时候都垫底了 所以心里就又着急嘛 又说不来了这种感觉 周青不敢给父母看考试成绩 他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小小年纪经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甚至想到过轻声 我记得有一次我还站在那个学校 外面那个洗水 那个自来水那里 我往下面看嘛 坐在那上面 我就想往下面跳了 往楼下跳 然后我就想了 然后后来有个同学跟我说 开玩笑的说嘛 他就说 周青你别想不开哦 然后我就 我想了一会儿 又下来了 女儿记忆力减退 考试成绩不理想 长期已久的压力 让她得了抑郁症 医院诊断 她是因为持续抑郁 成了精神疾病 女儿因为精神疾病 被迫放弃了学业 汪良玉非常心痛 为了女儿 她选择进城陪读 为了让女儿 有更好的学习条件 她选择了自己创业 可是没有想到 却最终忽略了 对女儿的关爱 这件事令她深深自责 当时特内疚 也恨自己 为什么一个聪明的小孩子 到我手里 就管成这样子了 我自己也想不通这个事 我们两个天天吵架 为这是天天吵架 女儿因病无法继续上学 所有愿望成为泡影 阴暗的氛围 开始笼罩整个家庭 有一次她又逼我去离分 她要我签字吧 她拿了她的那张离分协议 要我签字 我签了 但是我晚上 我出去了 我真的出去了 我拿着我的那一包衣服 我就出去了 直到大街上 我还是回去了 因为哭着出去的香气 这个时候 我的女儿在睡觉 就飞去了 回去的时候 我的爱人在睡 我的两个女儿也在睡 如果我真的走了 我的女儿要吃苦的 情绪激动的王良玉 本打算一走了之 然而她回到家 看着女儿熟睡的样子 希望却重新燃起 她决定给大女儿 创造另一个未来 我要让她学一门 就是手艺 本来她原来的就是 就是那个刺绣啊 她绣得特好又特快 我是想让她 就是传承这方面的艺术 王良玉把女儿 接到了店里 开始清尽所学 传授秀艺 她现在是 那个秀花的姐妹当中 她是最快的一个 秀得最好的一个 我看着她秀花 这么秀得好呀 那我就又放心又开心 陪读经历 让王良玉知道 身为陪读妈妈的不义 她不想让自己的遗憾 重复在别人身上 几年来 她用过两百多名员工 都是来自农村的陪读妈妈 实际上身边的陪读姐妹 和我一样 因为她们和我一样的苦 是这种苦 是吧 都只需要钱 精美的画迹和秀艺 给王良玉带来了大量订单 随之而来的 却又是新的问题 一年要损失好几千斤这个肺布料 肺料都是甩掉的 挺浪费的 一次回老家 看到村里老人们做草鞋 这给了王良玉灵感 她经过反复试验 把裁剪衣服剩下的肺布料 编织成了布草鞋 布草鞋 胶脸很好 可很快就显得人手不足 她又开始在当地 大量招聘陪读妇女 可刚培训半个月 负责培训的弟媳 就找到了王良玉 做的那个成品 几乎都在反攻 不停地在反攻 因为这种成品怎么样 它只是软 而且没有达到硬度 然后那个鞋子比较折 没有那么夸 而穿在脚上 有时候那种 两边脚都是夹着的 不舒服 做的产品总不合格 很多人不愿意学来 可面对即将到来的 旅游销售旺季 王良玉急需成品 编了大概六七百酸吧 都是编压侧 编压侧 都是反反复复的 当时我都给他们开工钱 二十块钱一双 他们不好意思拿我的工钱 我说别不好猜 我只要成品 我只要见到成品就可以了 鞋子又没打 还要算拿二十块钱 不好意思 王叔叔 因为那会儿他的材料 也要给我们补生活费 就感觉这样子不好意思 我们就一直到这里学 学好为止 在培训中 有一大部分都是留守老人 王良玉宁愿自己赔钱培训 除了陪读妈妈的经历 更多的 源于她的那缕相仇 每天回家呀 我都发现老人家 一年比一年少 给他们增加一点零花钱 有他们守这个家园 我们回家 才想个家 成着乡村旅游的热潮 王良玉和当地多家景区合作 拓展了销路 她把曾为女儿创造的谋生出路 做成了一个产业 还让更多的陪赌妈妈 留守妇女 有了收入来源 同时 她还不断创新技术 获得多项专利 使传统文化技艺 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产品销量大了以后 我可以带动村里的好多姐妹 来做这一块事 若产品卖火了 他们的收入也就更高了 把我们本地的手工艺 传承下去 2017年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王良玉开办起了扶贫车间 三年间给近千名村民 提供了培训和就业岗位 当年 王良玉历时四个月的时间 带着23位绣工 创作出手工刺绣画作品 锦绣茶香 作为最大的苗族手工素绣作品 斩获了世界纪录 王良玉被评为 湘西苗绣代表性传承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